大型工程机具在通明街上来来回回展开作业 进行道路刨扑 等了七年通明街总算重新刨扑 救世长李又昌 立委蔡思应 亲自到厂监工听取简报 中华路通文街口总长度大概546公尺 总统面积是3900平方公尺 施工计费大概要在220万元左右 包括中山区市议员宋伟丽 庄敬胜张炳钧和市议员参选人施伟正 和周边里长地方居民满心欢喜见证这一刻 在这个议会咨询的时候 我们在地的议员都很关心这边的一个道路 所以这次呢 如果没做这个就一回事 但是如果要做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所以他刚才说我们把一些人手 就是以前你们骑到厄斗班 过去的时候 叩叩叩叩叩那个东西 我们就把它降买 所以以后的这个人孔呢 就会比以前少很多 那刚刚在讲我们这个在铺的时候呢 比较宽的地方就两山 做那坡 这样就会中到一条山 这样 然后会比较顺平 市长前几天特别告诉我说 他一定要过来这个活动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梳花 长期以来就他念之在这两届里长 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连我好多次 我跟淑华里长在聊天的时候 他也在告诉我这件事情 那我也很感谢今天我们的厂商 诶 曾董 曾董在旁边 这我们感觉和平很认真 季雍是很重要的厂商 他也愿意配合大家的工作时间 今天晚上来处理 那我相信一定能够处理到近三近美 市长都讲话了 议员都讲话了 我们希望这条路做完之后 可以保证几年 十年 十年都让大家很满意 这样好不好 所以这条路可以说起来是四通八达 然后经过的路人非常的多 那非常感谢我们郑淑华里长 他非常的用心 那么一直在那个市长会见的时候 就一再的跟市长提出来 说希望能够重铺 因为这条路已经年久失修了 那那 然后路面都有军烈的现象发生 所以呢今天 我看到大家 这些工人都已经进驻 已经把它已经抛扑了 那晚上天说要把它整平 这速度蛮快的 希望我们这个市政府 效率待赛 这个计划 市长林又昌最后已承诺 未来规划中的示范道路 将从中华路 文化路 复兴路到中和路口 诸不改善中山区的道路品质 记者 黄少民 金融报道